一张豹皮面具正在被阻住 只要戴上它 就能拥有豹子的敏捷 为时巫术尽快显灵 巫师化化成了一条水蛇怪 将眼前的豹子怪直接咬死 之后强行将它的脸皮给撕了下来 合在一起后拧下主意 终于 这张邪恶的面具被打造完成 眼前这个罗伯的拳击手拉西 成了他的主人 他和巫师签下契约 只要赚的钱两人拼分 巫师提出唯一条件 就是不能在赛场之外戴上 否则后果很严重 很快 拉西就带上他开始了比赛 打斗中 原本笨重的他 此刻深情无业 面对曾经从未赢过的对手 拉西将他打得直接溃地求饶 这也是他第一次赢得了比赛 之后他信出承诺 将奖约和巫师一起平分 巫师也再三叮嘱他 赛场之外千万不能使用 可就在回去的路上 他遭到了对手的挑衅 愤怒的他将契约抛在了脑后 带上面具后 直接将对手痛比一顿 没想到初手过重将他给打死了 回到家后 他发现面具竟然和自己的脸融合在了一起 而且身上也正发出扎门体毛 任凭他怎么撕扯 都无济于事 吓坏的他 一刻找巫师寻求帮助 可正当巫师转身去拿钥匙 屋里的面具竟然开口说话了 他们指使拉西赶紧杀掉巫师 受蛊惑的他 二话不说 直接将巫师给推倒 就在这时 佛婆罗正好经过 他们听到了打斗声 一冲了进去 连人合力将他给制服 看到这个暴头人生的壮行 佛婆罗准备给他解除蜘蛛 此时赶来帮忙的小美 拿起一笔滚他的开水就倒了下去 拉西比他的痛苦哀嚎 随后 他又捏起了咒语 就在这时 拉西的脸开始动了起来 不一会儿 他的面具就被取了下来 小伙 重获新生 而面具也现出了他本来的面目 抱子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